飞机为什么要把油装在机翼里面 要回答这个问题 你可以首先问一下自己 愿不愿意跟它换个座位 自己坐到机翼上面去 很简单 你总得为它找一个地方嘛 机翼上不行 那就机身里面呗 可是你又不愿意 跟大家开个玩笑 我是百科学书火箭书 下面咱就进入正题 保证有些是你在别的地方听不到的 首先刚才那个技术玩笑也是事实 对于飞机 尤其是靠装尽量多人进去的客机 和装尽量多货物进去的运输机而言 机身空间多么宝贵 把它用来装油完全没有道理 所以第一个原因就出来了 省空间 然后即使我机身里面有空间 把它拿出来装油也不划算 因为相比起本身就做成了防水的机翼 要在机身里面装油 你还得要再加上防漏的罐子才行 而机翼直接把油灌进去就可以了 大多数情况下 它都不需要再额外增加任何的储存装置了 也就没有额外的开销了 等于是省了钱 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简直太重要了 那就是平衡 为了让你知道飞机的平衡多么重要 我们先来看看两个不平衡的后果 有多么严重 你看当乘客拧着行李一起往后挤的时候 直接就把这架科技给压敲头了 还好这是在地面上 如果在空中 那就市场灾难了 2013年 一家载有207吨货物的波音747刚刚升空 不久就被五辆装在肚子里面的军车给害惨了 因为它们没有被固定好 失去平衡的747马上就变得无法控制 在挣扎了一会儿后 便直直的坠到了地上 机上6名成员全部失去了生命 所以下次你可千万别在飞机上换座位 看到有想换座位的人 就把这段视频给他看 保证他立马就坐下来了 所以记忆的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因为它正好就落在了飞机的重心附近 不管是满油还是烧掉一部分 它都不怎么会影响到飞机的整体重心位置 反过来 如果把油装在机身的肚子里面 前面烧的多一点 或者后面烧的多一点 立马就让中心在机身上前后移动了 想冲到前面那架747的悲剧吗 没谁想嘛 倒是可以偶尔利用一下的 空客A3马林 在它机尾部分多了一个油箱 叫做配屏油箱 它可以将机翼组油箱里面的油抽出或者迸回 从而调整中心位置改变飞机的抚养脚 实现省油的目的 具体是怎么做的 在这儿咱就不讲了 要是大家感兴趣 我可以再单独出一期 好了 还有一个问题 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 就是油装在整个机翼里面 不也是要左摇右摊的吗 所以这里就引入了隔板 它将机翼里面的储油空间分割成了很多的仓势 每个仓势之间也并不是完全封闭的 留了一个小孔 于是既可以让油流过去 但又不至于流的太快 就避免了晃动的问题 其实油贯车也是这么处理的 好 下面是第四个原因了 荣誉 2008年 一家加拿大航空的A330 在空中经历了多次的燃油泵故障 这到底是有多倍啊 最严重的时候 所有的燃油泵都不工作了 但是 燃油却仍然在源源不断的流向发动机 为什么呢 因为机翼在发动机的上方啊 储存在里面的燃料是可以靠自己的重力流下去的 也正因如此啊 哪怕有些飞机在机身里面的确是存了一部分的油 也是要优先用掉的 把机翼里面的油呢 流到最后 这相当于是上了一道保险嘛 接下来是第五个优点啊 装满油的翅膀会更加的厚实 就较不容易发生气动弹性参征的现象了 这是一种由气流的扰动所造成的材料共振后果相当严重啊 连街市如跨海大桥都扛不住被摇垮了飞机就更不要谈了 第六点啊 跟第五点有点类似 把油装在机翼里面可以靠重量帮着它往下压一点 这在平地面上的时候呢 看不出什么优势 但是一旦飞起来 它就可以用来平衡 完全重用在机翼上的向上的生力了 有助于帮它减压 延年益寿嘛 终于啊 来到最后一点了 尽管咱们已经想尽了办法防止火灾的发生 但是谈到油你很难说它不火呀 这要是发生火灾 是烧翅膀还是烧机身的损失更大 相当明显吧 现代科技的机翼用的都是散热良好的铝材 可以在机身变成大增容之前呢 为逃生的人们争取足够的时间 所以以上七点 节约空间 节约开销 方便平衡 提供荣誉减少参政 降低压力和防火保命 你都记住了吗 我是火箭书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 讲给你听